好,回來拍過春秋 剛剛Gear說了一套 本週初外為主,一本週就是泰島戲 本週一套都初外為主 很慘,我現在看這套叫幸福路上 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有選影 導演也來了香港 當時我們都很猜疑 香港竟然可以看到動畫片,台灣 我當然很開心地入場 其實出到來我是很滿意的 但是我官父入座率 我是不會抱一個很厚的期望 因為真的很少人看 其實故事是什麼呢? 其實這套電影本身有一個 2013年是有短片的 其實我們先補充一點點 其實台灣電影的進入途徑 香港的時候就是講先浪潮 台灣就會有兩個途徑 一個就是金瑞長 一個就是高雄電影節 高雄電影節 高雄市政府是給了很多錢 電影人去拍戲的 其實在幸福路上之前 他在台北電影節拿過最佳動畫 在高雄電影節短片競賽獎 他拿了優秀獎和觀眾獎 在金瑞獎也拿了最佳動畫 所以他在2013年 因為金瑞創頭八萬 他拿了獎 拿了這筆錢 去把這個故事 延續到一套長片 其實他在2018年 東京動畫大獎 他拿到最佳動畫長片 以及德國的斯徒加特 動畫影展 也拿了最佳動畫長片獎 故事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我想說 如果我現在看這套故事 我的觸動是很大很大 因為他所說的故事 其實他是一個女孩 叫林淑琦 林淑琦1975年出生 她1975年出生 那一年就是剛剛掌戒石 細細那一年 然後到了她開始長大 讀小學的時候 就開始經歷這個白色恐怖時期 然後大一點就是經歷這個掌經國細細 然後再下去就是這個野百合運動 那一路一路下去 其實隨著林淑琦長大 他身邊發生的政治事件 其實都很影響到他的人生 或者是身邊的人 但是其實你說 是不是一套戲很重政治味 我不覺得的 其實他只不過是 宋恩永 宋恩永1974年出生 那他是自編自老 他只不過是告訴你 林淑琦長大的時候 然後台灣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原來是很影響他們一代人 所經歷的事情 例如有一件事 我真的很深刻 就是說 因為林淑琦和她爸爸媽媽 搬進台北的一個幸福路 然後她上課 上課的時候 那班會有一些很有錢的人 那些是OK的 但是呢 先生呢 就要他們用國語說話 不准用台語 他說 因為台語呢 是一些很低級的語言 你們不可以用 你們只能夠用國語 然後林淑琦的父母 都是用台語溝通的 其實是 所以林淑琦她還會覺得這麼奇怪 我從小到大用的語言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不能用呢 因為其實當時在推行國語運動 因為她不能夠把台灣的本土化這麼擴大 所以一定要統一了語言 要你們全部人講國語 所以其實現在台灣有一些 叫做年輕人 是不懂得說台語 是不懂的 我懂 等同現在香港的幼稚園小學 是逼那些年輕人講普通話 是的 你看到這裡已經是這樣的 然後再下去 林淑琦經常都被先生罰棋 為什麼呢 因為她不肯去補習 不肯給這個老師補習 然後這個老師就會把沒有份 給她補習的學生 踢出門口 然後在裡面 就會告訴你 哪些是考試功略 所以林淑琦的成績 一直都是不太理想 但是因為林淑琦 她本身父母 都不是勞動階層 沒有什麼錢 所以 最後她媽媽要很努力 做多幾份兼職 才能令林淑琦 進入一些補習學校 才能令她進入一間好的小學 這也是 因為其實在我小時候 我妹妹經歷過同一樣的事情 她一年級的時候 那個老師 就說我妹妹成績不好 然後有很多同學 原來都是給這個老師補習的 然後之後 最後我妹妹是要在一年級留班 然後其實 我父母之後才跟我們說 因為其實我們不肯 給這個老師補習 這個老師批我妹妹的成績 是特別緊的 其實 那其實 真的有的 那時候 如果你說在我那個年代 我就在一九八幾年的香港 其實一定有的 這些 看看你能不能遇到 我家裡那麼巧就遇到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 就說 好真 所有事情 還有她說 她們的小朋友 她開始說 林淑琪 她對未來 對身邊的事情 都充滿了 一些憧憬 或者一些很快 很有夢想 就算她跟她的 其實本身 小琪的媽媽 其實本身 本身媽媽 原來是亞美族人 所以 她媽媽有時候 來到市區 她會吃檳榜 那些人就會 對她冷言冷語 喂 你媽媽 是有些生回來的 所以小琪也是生回來的 因為 她們是亞美族人 你也知道亞美族是什麼 原住民 小琪是很不快樂的 但是我媽媽就會安慰她 說 不要緊的 她說 其實 最重要是你自己 那 媽媽每一次都會給一些很正面的思想 或者一些很正能量給小琪 就告訴你 不要因為你本身有一半的亞美族人的血統 而會覺得羞恥 同時 其實小琪的班族 都出現一個叫莊貝替的女生 莊貝替是 莊貝替一出場的時候 是很觸目的 因為她是金頭髮、藍眼睛 因為她是一個美軍和台灣巴女生的混血兒 她們兩個 連同一個男生 就經常說 每一個夢想的男生 就說我要賺錢 我要住大屋 小琪就說 我要 她說 我啊 我都不太知道做什麼 我只想開開心心 莊貝替的夢想就是 我要去美國找爸爸 然後故事一路發展下去 其實每一次身邊發生的事情 都會影響到小琪 就像小琪的唐哥 就是危得性配音的 唐哥因為她看不到顏色 因為她跟小琪說 我看了一些禁書 所以我就被人抓了 她說唐哥是有一條疤痕 她說當這疤痕出現之後 我就看不到顏色了 其實她用顏色來表達什麼 就是自由 因為當唐哥去美國發展的時候 她說我已經看到顏色了 在一個自由的地方 可以看到很多顏色 然後呢 其實她最有趣的是 她不會說很硬生生 將一些事件很立體 表現給你看 她是用小琪的幻想 一些很夢幻的手法 她告訴你 其實這些不好的事件 發生在她們身邊的時候 就會看到很多怪獸 然後她說 會有王子來救我們 其實當小琪越來越大的時候 她的幻想開始越來越少 然後她開始到讀中學 讀中學的時候 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開始發現原來 家裡環境不好 然後覺得又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她說她一路循著她父母的意願 說我要去讀醫生 我要做醫生 但原來她發覺她都不喜歡做醫生 她喜歡讀文科 最後媽媽支持她 不如你去讀文科 她說你大學就選文科 同時到小琪高中的時候 有個學妹 其實這個原來是很意外 其實她身邊說 會有些人出出入入 當阿蔣經國死的時候 她們就哭得很淒涼 但全部都拿著英文書去背 為什麼呢?因為她們已經要考大學了 其實在各商之餘 她們都會 去努力為自己的人生去拼搏 其實一路長大的時候 好像剛剛說的兩個裝備體 或者是那個男生已經離開 散開 其實我們成長的時候 小時候身邊有些好朋友 但是當你開始大的時候 就會各種東西 我最有趣的是 她在學校遇到一個學妹 她說被人抓的那個律師的女兒 她說她一定是很厲害的 她就問她 學妹你以後想 你喜歡什麼 你喜歡做什麼 學妹說 我喜歡看劉德華和港劇 那些同學就說 原來你都是普通的台灣女孩 都不特別的 然後那個學妹很生氣 她說 其實我不會做律師的 她說我最想是獨醫的 為什麼我一定要做律師呢? 這個是什麼人呢? 這個就是陳水編的女兒陳恆瑜 我看回資料 原來宋恩榮說 她跟陳恆瑜真的 真的學者學妹的關係 而這段對話事實上 真的有發生過 她說其實她覺得陳恆瑜是不開心的 有進來 她說因為太多人注目 她一個時候打了夜八俠運動 你也知道很多律師被人抓了 陳水編也是被人抓了 所以她們會把陳恆瑜當成一個很神聖的人 你爸爸這麼厲害 你也應該這麼厲害 但其實無意中 她會看到我覺得她不開心 她說她很大壓力 那好吧 到了小琦開始升大學了 升大學的時候 開始會投入一些政治運動 因為青少年很熱血 我要改變這個社會 因為她說戒嚴結束了 戒嚴令那時候解除了 然後很多民眾 開始為一些工人權益 各樣東西上街示威 小琦也有參與 那時候她很積極投入這些運動 然後她父母覺得她 你讀書呀讀書呀 你做什麼 小琦說 你知道我們是為了未來而戰的 那好吧 再大一點 出來畢業之後又找不到工作 她很幸運 她喜歡做一些記者的編輯 剛剛有一份報紙 就請了小琦 其實那份是什麼報紙呢 就是支持親政府 因為那時候陳水編上了海 是親政府的報紙 其實她很少是 編輯問她 你知不支持陳水編的 她都支持的 那請你啦 你這些政治正向就對了 就對我們了 那怎麼知道 她一路做做做做做到後段 剛剛大家都記得 那時候是會有推翻陳水編的運動 和她貪污 那她的工作就沒有了 那因為他們 因為陳水編倒台了 然後小琦就覺得 很大壓力 她說家裡又給她很多壓力 她自己又不知道想怎樣 她說好像整個人都很失敗 那誰知道 因機緣巧合 然後唐哥打電話來 就說不如你去美國吧 我讓你去美國發展 看看會不會找到我找一條好路 好吧 小琦去了美國 扔下她的父母 在美國就認識了一個男生 然後結婚 那好像一切都很美好 其實看下去是 但是其實隱約小琦是覺得 她在美國其實不是真的那麼開心 因為她說 好像她的親戚見到小琦回來 哇你是美國人 你去賺美金 她說其實我不開心 她說我在那邊受到歧視 我和我先生兩個的文化差距很大 又因為婚姻不是那麼合 那麼如意 所以小琦才會回來台灣 然後一路下去 其實就是講 小琦她對她自己 那個人生路向的抉擇 她覺得我一輩子 她說我在美國 就是做家庭主婦結婚之後 我又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但是我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她又見到莊貝泰 其實一直說莊貝泰的身世都很可憐 由她媽媽在一個巴黎 接她去台中住 誰知道她媽媽死了 然後莊貝泰就很流離失所 總之就是跟很多男人 然後打算跟著這個男人 會被幸福到她 誰知沒有她就帶了肚子 然後再跟著這個男人 沒有了 原來加一步打到她死 最後照著兩個混血兒的小朋友 就回去找她 扣她的表姐在幸福路那邊住 然後她經歷過莊貝泰 然後再經歷過她的舊同學 其實就做了一個收車師傅 但因為經歷了一個大地震 就遭遇不幸 其實人生就是這麼微妙 你以為她很好 但原來可以一剎那 一個天災人王 她就可以什麼都沒有了 你以為那個同學 遇到這麼淒涼的事情 會不會人生一直倒向 又不是 她反而很積極去賺錢 去養大一對子女 看這些事情很正面 又一直影響到小琪 然後小琪最後的抉擇 對她的抉擇就是 其實她最主要 最重要 她回到來的一件事 尤其是現在我老了 我覺得很大感觸 她回到來覺得 她父母老了 生活比以前更困難 媽媽不開心的時間 比以往更多 她說我沒有想到 媽媽原來老了那麼多 也不如意我不在的時候 但是 當小琪很需要一個抉擇 但是她父母都會在她身邊 其實她父母都說 如果你需要一個家 其實家一直都在 因為小琪其實都說 小琪其實很諷刺 小琪想逃離這個家 所以才會去美國 但是當她去到異地的時候 她發現原來她很需要這個家 所以我就是說 整個故事就是 借一個女生說成長 其實是說成長 只不過她身邊會有一些政治事件 影響到她 但是這套戲的時候 因為在台灣 其實她想說的很真實 但我又覺得她真實 她又會很輕鬆 用一些很輕鬆的手法 或者一些很奇幻 一些夢幻的手法 帶過了一些很沉重的話題 我覺得是 其實處理手法是很聰明的 而且這套戲看得很舒服的 我覺得 但是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會進去看 想著看一套小朋友動畫 那我覺得你真是很糟糕了 其實是 那沒辦法的 因為始終 不過我懷疑 都不會有多少人 會當小朋友戲進去看 很難說的 你都知道犬知道 我都見過那些父母 帶你進去看 我心想你沒事 Thomas都說 聖鹿獵法都有爸爸帶一個小朋友去看 哈哈哈哈 這個是挺好笑 他可能父母見到有聖鹿 那應該是好片來的 我帶一條小朋友去看 原來是我爸爸殺兒子 都是好片來的 好片來的 真的提早教育兒子 小心你爸爸 你爸爸有什麼身邊 有什麼三場 就罵你了 就罵你了 其實幸福路上 其實幸福路上 在台灣是不能收的 因為那時候 那些人 有些外奸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這套片很政治 他們 我們香港用的形容詞 很左膠的 那沒辦法 始終 有時候叫好 不一定叫做 是啊 其實他一直說很多 可能台灣 對上一套 真的去台灣製作的動畫長片 可能真的要送到魔法媽媽 是啊 就是 魔法媽媽真的是合家歡 是啊 你現在去到幸福路上 原來是這樣的東西 變了 那麼沉重 整套東西都 可能那些人也未必接受得到 其實他 但是我真的看完的時候 我是會感動的 其實他很好笑的 你知道嗎 你去買票 在航空路上 他會給你一包紙巾 其實是真的會哭的 因為呢 如果你大到差不多 你看到 你會看到 好像我看到 有些像香港的 那些 痕跡在那裡 好像現在我們都要面對 一個這樣的問題 只不過台灣 早我們這麼多年去走 現在輪到我們 輪到我們 輪到我們 你還不死 所以他就算是最後的太陽花運動 其實他也有輕輕大過的 其實他的意思 我看他的意思 我覺得他的意思是 其實 很努力 我經常覺得香港的人 經常都說 我們不可以給政治 我們不講政治 不是的 其實他的故事 這個我告訴你 其實小奇 他真的受到政治 政治會左右到他人生 有些事情他都不想 但是 偏偏會令到他有影響 你坐在那裡 其實也會影響到你 你什麼都不做 那這些是當權者 不想你說的 是啊 但是這套戲是 說出來給你 所以我就覺得 很好看 這套戲 他很真實地 而且他真的很如實地 告訴你 喂 生活就是這樣 人就是這樣 你在台灣生活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 宋恩榮的成長史 其實 我想 裡面一定有很大部分 可能是他的經歷 還有 本身他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 所以他就畫出來 因為其實這套 這套動畫是手繪動畫 其實很難得 現在是 那 他 講很多台灣本土發生的問題 或者是本土人 面對的事情 所以 所以我就是說 這套戲最難得 就是這件事 他肯說這件事 你關乎香港 你好像我們說的 《中英佳1號》 他根本左右逢願 很多事情都好像 想兩邊都吐好 但最後是吃力不吐好 這件事是 但是幸福路上不是 幸福路上 我覺得他是 很 我覺得他是很 很正確 告訴你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發生了 人就是這樣的 我在長公死那年出生 然後一直發展下去 其實你可以說他政治性是 為什麼小奇要在長公死那天出生 你只是說這件事 其實一直下去之後 其實都是這樣的 你每個人都會激烈 你好像我們出生 我們經歷港英的統治 我也經歷過六四 那時候 我們學校都經常 那些先生都說到哭的 好 繼續下去 然後下去那時候 回歸 然後再是03年 SARS 其實這些根本是 你不想他影響到你 你坐在家裡不動 他都會影響到你的 問題是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現在他不想 那些人 會這樣去思考政治 對大家身為有什麼影響 是啊 他都麻木了你這幫人 要說政治不好 總之你的人不要管 上班上學賺錢 其實以前90年代 你如果有印象 其實我們的概念都是 上班賺錢 哪有這麼多事情想的 現在不是現在 所以政府不是繼續 打壓你們 什麼都是沒辦法的 要靠大陸 你們要喊的 其實 你們一輩子就是這樣 根本就 不過算了 遲後可能戲都沒得看 我很害怕 其實現在 你知不知道 那些戲有銀子 可能都要撕掉它 所以 我不知道 其實我看完之後 我是很感觸 說 台灣你可以拍到這樣的片 你可以金馬 金馬獎 是批一筆錢給他拍 其實他拍了6千萬 都不少 6千萬台幣 其實真的不少錢 但是其實收得不好 其實我最記得 那時候有說過 叫他不要用 不要說好戲太政治 其實都是不是說這件事 始終有些人會 穿鑿附會去攻擊一些東西 唉 所以我不是 我都沒話說 其實香港都有個project 在搞 叫做尼蘇環國 啊 光記那個 雜資 就800萬港幣 應該便宜一點 好像已經過了那個雜資了 雜資期 雜資期過了 而且數字都很帥 那現在就希望到 去正式上的時候 大家可能留意一下 那支持一下 因為可能 香港的動畫長片 好像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是的 那我快說一套 都是本周上的片 叫做星光瑞美人 其實這套戲 大家都很奇怪 為什麼會突然上 不要管 其實這套戲是名威的 其實這個故事呢 就是說 一個女孩子 有發明星夢 在十年前 就遇到一個 就來到東京 離家出走 去這個地下俱樂堡 就認識了一個 馬戲團的老闆海斗 然後 誰知道海斗自殺死了 又剩下阿紀一個人 在這裡打拼 其實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故事這麼值得說 是因為 他在虛幻和現實中間 有很多穿插 因為他說阿紀 其實他在裡面 開頭已經使用腦子去想 因為他有很多夢境 很多現實 但是你也有很多幻想 是插在這套戲裡面的 但是我想說這套戲 是拍到你會明白的 你會看得到 你會分得到 哪些是真 哪些是幻想 那 但是你看 因為其實阿義公健 很年輕 只有27歲 這個導演 他之前是拍MTV的 所以看這套戲的時候 我覺得他拍得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 有點像以前原子溫的感覺 其實原來他也是原子溫的粉絲 其實原子溫是很影響 一代觀眾的 雖然他現在出了名之後 水準就麻 水準下降也很重要 可能結婚之後 生活太幸福未滿 他私有化了 是誰的了 陳洛瓣衛 陳洛瓣衛13年之後已經沒有戲了 偶爾在他的戲裡嚇喘一下 是 然後其實 然後原來裡面 牽涉阿紀 他遭遇到的事情 例如一些 藝能界的黑暗面 就是要 因為為了巴結黑社會 拿到錢拍戲 就要一些女明星 去受到性侵犯 或者去面試 一些海選的時候 你會遇到的問題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故事就是 你就要一直看 其實看第一次的時候 你會有些迷惘 但其實去到中段 我就開始懂得如何砌 這些故事 因為阿紀本身有精神分裂 因為他遇到這些禁語的事情 其實他裡面有暗示 阿紀是吃很多迷幻藥的 所以會令到他有很嚴重的妄想症 令到他人格分裂了 所以有一個小丑出現了 這個小丑其實是他的分身 也算是他最理智的一方面 就不斷警戒他 他經常會跟自己聊天 跟自己的分身聊天 跟自己有問題 這個分身就會出現來幫他 但其實就是說 如果他一天再見到這個分身 他一天都不會清醒 然後說回他跟海斗 即是高橋一生飾演的角色 海斗原來也是一個很抑鬱的男人 但是阿紀最開心的時間 就是跟海斗的相處 所以當海斗最快樂的時候 海斗覺得他的人生已經很完美 不需要繼續下去 那就走了 就自我解決了 那就剩下阿紀一個 但是他裡面有很多 其實他裡面為什麼會有三級呢 因為他都有很多裸露場面 但是你不要想著 是一個很細節拍給你的 不是的 全部都是閃會的 即是閃到你 你會看到 不斷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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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發覺有 反而有些像Antide the foe那種 An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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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e就直接 是看到你吐 大哥 Antide the foe是長的 沒有什麼對筆 是都ok的 那星光水美人 你只是 不如把它當Antide the foe再低一層次 那可能好看一點 Antide the foe又不是那麼親民 是啊 其實這套是極端 有人好喜歡有人不喜歡 那我就是 徘徊在中間 因為其實我覺得ok的 就是我看完 我不會說很反感 因為 不過在最後 她那個槍戰 我真的覺得很像原子溫的東西 然後這個女生 英正有幾 其實之前原來她 她真的有拍原子溫的東西 但她一直都不是一些女主角 那這套是她第一套女主角 而英正有幾 自己也都說了 她30歲了 那跟裡面 戲裡面那個女生阿幾 其實都很相似的遭遇 但是她說 她說我是沒有遭遇到 戲裡面多麼淒涼的性侵犯 然後她其實這次拍到這套戲 也都非常幸運地 她拍到高橋一生 因為高橋一生 現在堪稱是男神 不是 但其實高橋一生 在戲裡面的氣氛是不多的 所以你們不要抱很大期望 這套戲最主要就是 英正有幾個人都擔心 我覺得她做得不錯 她演得放 還有她的眼神很密 有希望她的眼神是有氣的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女生是 因為始終日本的藝能界 她很多 很多飯 可能你不止說電視劇 電影 舞台劇 很多地方發展 也都 真的要做一個主角 都不是一件意思 是啊 但是她這套戲 所以我就是 不知道怎麼推介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 不會是一個很容易入口的戲 其實是 有人會覺得 我看了什麼 但也都有人會很喜歡 所以 很兩極的 但是我覺得她是拍得比較淺 如果你以同類型的戲總來說 其實是 我覺得 如果你有相當看這麼多的電影 你會明白的 那如果你說 我真的看不明白 我不知道做什麼 你就看她的攝影 其實我覺得攝影 都挺漂亮的 拍得MV 其實對畫面來說 會有些要刺 是啊 還有那些歌唱都很有節奏 所以 不過我不樂觀的 又是因為這套戲 跟風騷小男人一樣 那些 那些場次都很淒涼的 還有這個星期 應該都還是死事清霸的 是啊 但是下個星期就不是了 下個星期就未必的 那我們直接說下個星期 其實所謂 只有兩套 正常來說 6月7日 第一套 就是巴黎眾色相 我想一定是小眾上映的 這個 也不放多戲院的照片 Junior Biennuch 就是朱莉葉比樂仙一套新片 另外一套不用說 朱羅紀世界迷失角度 我看到有些優先場之前 他會播放23年前的朱羅紀公園 其實朱羅紀世界我都沒有看 你沒有看嗎 是啊 還有我記得 朱羅紀公園第二集 又好像叫做 The Lost World 是的 那就是翻炒 所以這次這一集 會有借夫高伯林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 開始我又患上一個症狀 是叫做討厭 見人見智 不差的一套戲 不差 但是未至於好 還有一套是9月6日 The Grand獨家 叫愛的觸動 其實是6月9日 是6月9日 對不起我看錯了 是6月9日 愛的觸動 其實就是紀錄片來的 講音樂的 有車送回的 我就是看到這套 搞什麼東西的照片 搞什麼有趣的 突然間放進去 正所謂這些 惟惟惟又開心場 你有興趣就進去看看 那我就不會進去 因為我看完 我都不吸引 還有這個星期 有些電影我都沒看完 那沒辦法 是的 世界杯 我會輕鬆一點 幾號 幾號 十幾號 我都不太記得 但是6月14日 你知道什麼 有一堆東西出現了 正式的 是嗎 它應該幾號 我不太記得 但是 差不多中下巡就開始 哎呀 世界杯 所以呢 你又沒有空 還可以 這個星期就 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